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用了几点课 讲过了变量 也讲了长量对不对 对 对于计算机来说 计算机计算机 主要是计算用的对不对 对 除了有变量装的数据之外 咱们还要对数据计算 咱们才能得到计算后的结果 是这样的吧 嗯 所以呢 计算机就 假如程序里边需要计算 那就离不开运算符号 对吧 咱们在数学中学过加减乘除 这样的运算符号 对吧 那在计算机里边呢 也会有这样的计算符号 但是计算符号会比我们数学里边会多一些 那我们这节课就主要来了解一下 在咱们的计算符号 在咱们P2P里边能用到的计算机 这个计算符号的那些 咱们专用处以叫做预算符 对吧 那 其他语言里边也会存在预算符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一个 咱们现在需要用的笔记 这个上连课咱们写的程序 我们把它打开 来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内容 P2P的运算符号有哪些 那最早程序运算符号通常呢 是按什么运算员个数来划分的 那那值得什么叫做运算员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运算员 那假如说考你一个高智商的问题 1加1等于解 1加1在什么情况下不懂得 算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1加1 那么这个就体现出了运算员和运算符 这里边对吧 我们大家看一下 前面这个1叫做运算员 不是运算符 运算员 然后这个加号叫做运算符 运算符 然后后边这个1也叫做运算员 看到了吧 那其中咱们能找到运算符号是加号 对吧 这加号两边有两个运算员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加号呢 咱们一开款的叫做二元运算符 有两个运算员 它是一个符号 就是两边都要放运算员呢 叫做二元运算符 所以呢 咱们按照运算员各数使用符号来算的话 咱们可以分为 平运算符号可以分为 一元 一元运算符 还有二元 运算符 还有三元运算符 那么也得想象一元运算符 刚才能说二元运算符 加号两边可以放两个运算员 对不对 加减乘除 这个在咱们数学里边叫做什么 求余数 在咱们集团也叫做求膜 那这些都是什么 二元运算符 是不是都是二元运算符 那你想想一元运算符 是什么 一元运算符 就是一个运算符 对一个运算符 加号 既可以称为一元运算符 也可以称为二元运算符 你看正一 复一 看到了吗 咱程序里边 咱们说了计算机里边的运算符 会比咱们上小学 比如说初中高中 那个运算要多 比如说加加减减 这都是咱们重点要讲的 那二元运算符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大一号小一号 数学里边也设计过这个单 这个 在咱们程序里边不叫等一号 就能复值运算符 这个才叫等一号 那有个可能比它还多的 这个也不好 知道 现在运算符还有很多 比如说取法 对吧 这些都很多 我后期再给大家总结 三运算符 在计算机里边只有一个 数学里边咱们是没见过的 是问号 冒号 因为这块可以放什么 前边这块放一个运算符 这块放一个运算符 这块不是运算符 而运算源 你看一下 这个符号是有三个运算源的 所以叫三元运算符 所以呢 这是咱们一种 挂分运算符的方法 但是现在呢 运算符号在计算机里边 很少这么去叫了 但这种叫法还存在 现在都通常按照功能去划分 那都分为什么呢 算数 运算符号 算数运算符号 那算数运算符号 都有哪些符号呢 当然每个符号都是单独的 在后边课程当会讲 先总结出来 比如说 加减乘 乘不是这个符号 在计算机里乘是用星号 除是用这个正斜线 然后求活 加加减减 跟算数运算 就是跟数学里边那个运算 数字运算之间是分不开的 然后还有什么 负值运算符 负值运算符号 不是吃号 符号 负值运算符号 比如说 咱们生命一个变量 dolaf a 把10负给a 是这么读的 将10负给变量a 那等 这个就不是一个等号了 是一个负值运算符 所以负值运算符有这么多 有等于号 加等 减等 乘等 除等 还有什么 穷的 那我说了 这些符号 加等 尖等 乘等 怎么用 咱们说了 这件事你先变观 怎么用 先值得有这个符号 对吧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 还有比较运算符号 大约 小约 还有什么 等约 等约得用两了 对不对 还有大约等约 小约等约 对吧 这个 那还有不等约 还有不等约 那是这些符号我没见过 对吧 别着急 对吧 咱们真总结了 对不对 有比较运算符号 那还有什么符号 按功能分 还可以分为 逻辑运算符 对吧 逻辑运算符号 逻辑运算符号 是哪些 逻辑运算符号 对 就是并且 或这样的符号 可以是 并且 或 取版 这样的符号 这叫逻辑运算符 那除了逻辑运算符 咱们还有什么 还有 未运算符 未 运算符号 运算符号 那未运算符号 那我都说 什么是未运算符号 楼械别着急 有这个 有这个 看到了 还有 这个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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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这个 没有这个 就是 未运算符号 那除了按功能 分这五类之外 其他的 比如说 像这个 它属于哪一种 运算符号 其实都不算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把 剩下的归功于什么 对 其他 其他运算符号 比如说 其他里边 咱们有 问号 冒号 对不对 比如说 圈 这也是一个符号 那在后边 数组里边 用到这个 对象里边用到这个 这些呢 只要用到的符号 咱们都可以归功于什么 在其他里边用的 对吧 这就是咱们计算机里边 计算 变量之间形成表达式的一些运算符号 那具体的哪个符号是干什么功能的 咱们下几个再介绍 好吧 这几个我们只需要了解 P2P里边用到的预算符 按什么区分 可以按预算员的构去分 分为一元预算符 二元预算符 三元预算符 对不对 最主要的是可以按功能区分 分为算数预算符 做算数预算符 有哪些符号 对不对 做负值的 有哪些符号 那进行比较的 有哪些符号 对吧 逻辑上的一些算法 有哪些符号 还有 按位预算有哪些符号 以及一些其他预算符号 这是咱们这节课需要了解 P2P的预算符号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这节课就先叫到这里边 大家可以通过课件了解一下 预算符号 一元预算符号 二元预算符号 三元预算符号的说法 对不对 也可以按照咱们这话说的 分为这么多预算符号 刚才好像少了一个 字符串预算符号 对不对 不要紧 后期咱们的课上会详细的说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叫到这里